没有移民就没有苹果 假神正式蓄力雅逸 不按牌里出牌的美国总统川普 这移民禁令惹怒了众人 号称要保护美国人民的安全 却被所有人踏罚 已经被上诉法院驳回喊停 苹果库克更是反对 他强调若没有移民 就不会有现在的苹果 库克在本周参加格拉斯哥大学的毕业典礼 对于移民禁令 他说我们不该沉默 如果我们站在这里 然后在这里 这就是我们的事 库克想起苹果创办人贾伯斯 他就是移民之子 我希望你能够更多解释 我的机会是一开始的 贾伯斯在美国创办苹果 贾神的基因至今仍在苹果人的血液里流动着 而移民的多元文化 更是撬开苹果创意的金钥 我们的公司是在美国创办苹果 人们常常有不同的音乐 在不同的角色 库克坚定反对川普的移民禁令 因为即使再过一百年 叙利亚裔的贾神基因 还是会在苹果世代流传下去 财经中心综合外电报道